在這個杜勒利廣場旁邊呢 現在又接近聖誕節了 哇 所以有聖誕四集 來 找個紅酒喝 那邊有那個tapas 那是什麼東西啊 好酷啊 我覺得在這裡溫暖了一點 這次吃什麼 都是一些罪惡的東西 因為在這裡比較冷 所以都是一些高熱量的食物 到底都好像熱 好溫暖 甜 那個是小玉杯 那個紅色的玉杯 香香的齁 前面那邊好多玩的喔 還有好高的溜滑梯喔 這到底是什麼 旋轉木嘛 然後剛剛還有那個夜市的東西 這個是夜市的 好多夜市類的東西喔 頭圈圈剛剛有頭圈 那個好高的溜滑梯 走到這邊呢就是一些碗的 遊樂的食物 小朋友嘛 比較是給小朋友 對 然後還有一些 販賣禮品 就是這樣 然後這邊也是有吃的 很快 然後前面非常多碗的 遊樂的食物 然後前面還有那些 比較危險可怕的 就是在空中飛 然後轉圈圈的那種 mmm 真的很累 我們現在在那個 Donnell的旗舰店那邊出來 對 31號 他現在就是有幾個人在那邊排隊 然後我們是第二組的 然後他就有人來問我前面的那兩位 在等待的人說 他們有要買什麼嗎 然後好像請他們登入一個會員 然後要來的時候要預約這樣 然後他就來問我們了 然後他就問我們說 你們有要買東西嗎 他就用很溫柔的語氣跟我們說 沒有要買喔 我們今天已經沒有Classic的款式了 也沒有白色或黑色的款式囉 那你們還要看嗎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只是想要逛逛這樣子而已 我們可以進去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說 然後他就跑去後面問後面才對的人 然後我們就想說算了 那我們就去看別間吧 來 巴黎歌劇院到了 難怪外面就可以看到一些像是獅子王一些歌劇 在巴黎歌劇院旁邊呢 這裡就是大家來到法國都會逛街的老佛爺 進去逛街 哇 繼續吹暖氣 繼續吹暖氣 在這裡開車真的是很困難耶 對啊 這裡行人永遠是最大的 而且行人都這樣衝衝衝 上面這很多人 就是大家在做什麼 應該在看夕陽吧 對 太多人了 太多人了 好多人喔 好誇張喔 因為我覺得真正出色好香喔 我在台灣絕對沒有看過這麼多 在台北也不必看過這麼多人 我覺得只有跨年當年台北街頭才會這麼多人 對 終於立馬買到一件保暖的外套了 剛剛真的差一點給你跟上 我光看你我就覺得冷 他都還沒有進半天去換衣服 真的喔 冷爆 現在趕快去找Russia買一件 搭著 哇 你看這裡 你看看 來了 星巴克到了 全巴黎最漂亮的星巴克在這裡 好漂亮喔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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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星巴克都這麼有藝術氣息 你看看 是不是很欠呵 你看看 來我去排隊我要買東西 好 謝謝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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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呢我們來吃這間 它這個是一間工人餐廳 就是他們以前在這裡的工人都來這邊用餐的地方 對 藍領階級在這邊用餐 對 所以它這邊提供的就是一些比較平價的法式料理 喔 在排隊 我先去排 類似那種工人食堂的感覺 然後這間是從1896年就已經開始的這間產品 100多年了 很快耶 排了一下下而已 對啊 看網路上說要等很久 尤其是週末的時候 今天我們在哪裡人都很多 結果今天意外很快 他們也是對不對 坐一起囉 對啊 他說的啊 不錯啊 你看啊 我賺到了 對 這裡真的滿便宜的耶 它這邊有一些主食啊 像是義大利麵啊 然後有一些肉啊這種的 然後還有一些開胃菜 然後有魚 還有蔬菜 它蔬菜的比較像是有French rice 這種的Mushroom 不不不不不不 你必須要去買這個 當然 它這裡有規定每個人都要點一個主食 然後它這裡的人非常的緊 非常忙 對 非常的忙 然後因為它這裡的排隊的人也很多 然後他們就在這裡 我們就走到這裡衝來衝去 然後我們點餐的時候它就停下來 然後我們還在想的時候 它就不等我們就趕快跑去便宜吧 對對對 我覺得如果這間東西算好吃的話 我覺得算是一間可以必來的店 對 而且這個真的很便宜耶 像我們點那個主食才10塊 嗯 左右開胃菜才3到4塊 真的是一整顆的那個耶 你看它下面這個 就是放在紙的地方嗎 真的 你看它 這什麼東西 啊不 它有東西 那個啊 茉莉啊 蝦子啊 然後跟這個 醬啊 滿特別的 沒有吃過這樣子的感覺 這就是我點的雞肉 然後還有水 然後我們點了一個Mushroom 然後裡面點了一個白色的豬肉 然後我點的這個是它的菜單上面推薦的東西 然後它這個是豬肉 然後加上白醬 還有馬鈴薯 我覺得這雞肉吃起來有點乾 而且它沒有調味 吃起來像是我們在吃水煮的雞肉一樣 但是它比較乾比較柴 然後而且它沒有調味 我們現在吃完了 然後看這外面已經排成這麼長 這麼多 還有一個轉彎就是這裡 我覺得如果說沒有特別想要感受一下這裡的氣氛 氛圍的話 只想要吃好吃的東西的話 可以不用來吃 因為它真的很普通 可能只能說真的是吃粗飽這種 然後我們還吃不完 我們沒吃完 這樣吃下來其實也是要1000塊 34 然後現在排到這裡 我已經想說 如果是剛剛排成這樣的話 我們就不會進去吃了 但是我們就會覺得 啊好可惜 沒吃到怎麼會這麼多人 開打 我們今天在英國 剛好碰到英國對法國的比賽 等一下看一下要不要去酒吧 我們兩個現在看完今天晚上的世界 陪英國對法國的比賽 真的好困喔 對 法國贏了 可以睡覺了 本來還想說要去外面的酒吧 看真的是太困了 明天早上要去一個假日事情 然後去棚底讀中心 然後去巴黎左岸那邊 坐船 嗯 好啦 早點睡覺 晚安啦 一出來就覺得 還好有穿這麼多 那這裡面真的是超冷 那我們今天早上要去假日試騎 那這個是禮拜天才有的喔 對 從早上的7點到下午的2點 好 那我們去找腳踏車住 我想是麥當勞耶 現在是早上9點耶 還很暗 我覺得是街上很冷清齁 對 可能昨天大家 都晚到很晚 都晚到很晚 而且今天是禮拜天啊 現在來試一下他這邊住腳踏車的東西 他這邊有非常多東西耶 一天 兩台 然後在那台機器設定完之後呢 他就會給你一組號碼 然後在這邊先輸入號碼 然後再來輸入剛剛有設定的密碼 就完成了 這邊租這個腳踏車呢 他可以選擇租電斧車 或是租一般的腳踏車 然後我們選擇是一般的腳踏車 這邊租腳踏車有個tips呢 就是他在30分鐘內 不用再額外付錢 騎了30分鐘之後呢 就要再額外付一些錢 這樣子 可是他人家經也有白 對 所以在30分鐘之內呢 就要趕快還車 然後他這邊就會有顯示 我們現在騎了多久 在巴黎啊我覺得很棒 就是他有規劃一個 讓人可以騎腳踏車的一個區域 他這邊的區域就是只能騎腳踏車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巴士集廣場 這邊的市集 其實跟台灣蠻像的 就有一些便宜的衣服 還有一些小服 可以看到聖誕醜毛衣 很便宜的一件15塊 哇還有水果 剛剛我們現在在這個市集裡面 全部都是港貝來這邊逛 馬通跟阿媽 都是阿公阿媽 跟台灣一樣 還有觀光客來 你看滿滿的馬德烈跟可麗魯 這感覺就很好吃耶 這裡的可動都超級巨大的 我發現 哇好大的麵包喔 來吃吃看 他這點好之後 會在鐵盤上面加熱 上面還是涼涼的 上面就有涼 是甚麼 麵包 蘋果是上面這樣嗎 蘋果菜嗎 有點像蘋果菜 有點像蘋果菜 可以嗎 可以 下面應該有籽吧 那是籽吧 吃到籽了 我剛剛都看到籽了 吃這麼一些大粒 這裡有賣很多的海鮮 還有起司 這有分12塊 9塊 18塊 20塊 5000塊 然後這裡也有海膽 就我本來想要去吃那店面的 有一間很厲害的生蠔店 但是我覺得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店面非常厲害的生蠔店 我們點了這個6個才12塊 拿到一杯192塊 好鹹 好鹹喔 好像還好耶 沒有甜味 沒有甜味 真的沒有甜味 因為他們鹹肚已經超越那種海鮮的味道 可能要把這個水也瀝掉 你看現在在下雪了 有嗎 有啊 欸 真的耶 我沒發現 真的我沒發現 難怪冷 然後手都快掉下來 好接下來我們來到的是在馬黑區這邊的旁邊度中心 那這個是當時的法國總統龐壁度 為了紀念戴高樂總統所蓋的 蓋好了之後呢 就用龐壁度的這個名字 當作這個命名 因為當時你看他這樣的建築 跟巴黎的建築是不是 風格差非常多 是比較現代藝術的感覺 對 所以那時候就有遭到巴黎市民的反彈 但現在就變成了這個藝術的眾生 那在裡面就會有些展覽啊 餐廳啊 逛街的地方 對 現在排隊排很長 要進去看展 然後有些人他們也會上去看巴黎市的風景這樣子 你看這個 這個也是被反彈的建築之一 比較突兀一點 我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因為呢 這個旁邊度中心在2023年年底會閉館整修 對 那會整修到2026年才會開放 所以現在人這麼多 這個建築的確實在巴黎市的風景 對 如果說在紐約的話會比較少 這很現代啊 該問一下要進去呢 變成18塊錢 它裡面的長 然後還有上去的門票這樣子 然後才選擇 好 18塊 好 那我們現在在我們住的旁邊呢 有一家我們在網路上找到很多人 看起來很不錯的店 叫做Centraline 像是網美店 很漂亮 很漂亮 然後我們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隊 而且我們看人家桌上吃的東西 也都是很好吃的 對 就是像早午餐那一種 還有Pancake 每天早上可以來吃 我們再找時間來吃 如果這沒有吃的話 再把它放在資訊欄 反正我們所有東西都會放在資訊欄